海南产什么茶叶 一城脉苦丁茶 城脉苦丁茶是属于东京科的植物 主要产地在我国海南的五指山 白沙 宝厅等地方 其茶叶呈现所调醒 冲泡后的茶汤黄中带绿 具有清新一人的香气 且城脉苦丁茶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再培历史 二 海南白沙绿茶 海南白沙绿茶原产于白沙女士坑境内 其茶叶为嫩绿色 冲泡后的茶汤呈彻黄绿 香气甘醇是品质较为优良的茶叶 且白沙陨石坑内含有50多种矿物质 有利于海南白沙绿茶生长发育 使其形成独特的香气 三 兰桂人 兰桂人是海南的特产茶叶 其茶叶呈现墨绿色 冲泡后的茶汤呈黄明亮 具有兰花般的香气 制作兰桂人时要经过沙青 揉碾 烘焙等多个步骤 烘焙是为了降低茶叶中的含水量 使兰桂人的存储时间延长 联隐城 主席